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13连关背后 成都的幸福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12月30日 由廖旺、东方周刊与廖旺智库共同主办的2021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 发布了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 成都位列202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榜首 2021年年初 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零件 智能家电的狩猎中欧班列号 启程奔赴欧洲 在建设建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建设成余地区 双城经济圈等多重发展机遇的叠加下 幸福成都的格局更大 今年 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全线通车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成都至成都平原城市群日发动 车提升至329队 12月17日 随着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城坤桥成功转体 环城生态公园100公里一级绿道全环闭合 就在第二天 成都市民杨先生发现 一只青头钱鸭在兴龙湖湖面上开心玩耍 1474台新电梯装进成都老小区 让居民体验到一间到家的幸福 新建和改阔建中小学 幼儿园66所 新增学位8.8万个 让居民体验到就近入学的幸福 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全部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 让居民体验到便捷就医的幸福 3150万元奖励资金 免升级想发放到高兴区 18个项目 让企业体验到政策找上门的幸福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让居民体验到静在楼下的幸福 从小学院里形成立的幸福 足复 入山 到足复